第142章 迷惘 灰色的光芒从冰冷的兽牙边缘轻轻地散发了出来,掠过野狗道人的脸庞。 躺在他身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亲手毁去了练血糖的凶手。 他眼中光芒闪烁,似有什么念头交战,只是这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评宿里鬼力乃是何等人物,野狗道人想也不敢想自己能够杀了这个男子。 但此番,他竟然如失丧心智一般正是个得报大仇的良机。 野狗道人目光凶光一闪,兽牙法宝,劈了下去。 风声啸啸,突然发出的轻微破空锐响,撕破了这深夜的宁静。 法宝还未极深,风力已经吹到了那个颓废的男子的身上。 他凌乱散落在额头的发,被一下吹开,露出了闭着眼睛的容颜。 脸色有些苍白吧,野狗道人心中呼得这么转过一个念头。 他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如鬼力一般奇怪的男子。 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这个本来看去坚强之极的人心丧弱死。 只是,他也不想知道。 在他的心中,炼血堂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这份重要甚至远远超过了原来执掌练血堂大权的年老大等人。 所以,在被鬼力率众逼入绝境之后,年老大等人纷纷而降,却只有野狗道人竟然是意外地坚持。 而现在,这是报仇的大好机会。 野狗道人已经开始想象鲜血喷洒而出,见到自己脸上的情景了。 就在那电光火石的时刻,他忽然又想到,如果杀了这个男人,身后的小桓,他会不会伤心难过呢? 也许,他就会从此不理我了吧。 毕竟,小桓与鬼力之间有着野狗道人不知道的过去。 他只看小桓坚持要带上鬼力照顾他,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野狗道人不知怎么,头脑中乱糟糟的。 就在那片刻时间,脑海中竟然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可是,手中的那枚兽牙却终究还是破空刺下。 眼看着,就到了那个颓废男子的咽喉,就要穿透进去。 一只巨大的手臂,忽然从黑暗之中伸了出来,悄无神兮地,就这般如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野狗道人的眼前。 那只巨大的手掌,还不等野狗道人反应过来。 竟赫然硬生生地将野狗道人的兽牙法宝抓在了手中。 兽牙强劲地充施,仍然将这只巨手向下带了一分。 但,也就是这一分的距离而已。 此后,整只兽牙便如铁柱一般被巨手抓在手中,动弹不得。 停留在鬼里喉口,就差一点点便自穿了脖颈。 但,任凭野狗道人如何使力施法,竟然都无法再下去分毫。 野狗道人大惊失色,抬头望去,片刻间却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冷了下来。 只见在自己上方的黑暗之中,赫然出现三团燃烧的火焰,呈现三角的形状。 尤其是最上面的那团火焰,其中更隐隐地有庄严的金色和诡异凶利的血红。 野狗道人打破脑袋也不知道, 为什么代表了降魔以能的金色和嗜血之红,竟然能够混在一起。 但此刻,他能知道的就是,这黑暗中的怪物,仅凭一只手就能将他的兽牙抓住,这份道行绝非他能力敌。 而周围无形的黑暗中,呼得也似无声咆哮一般,像是什么怪兽嘶吼一声,转一眼间从黑暗冲上。 眼看着,就要将他吞没。 野狗道人再也不敢停留,几乎是下意识地放开手中的兽牙法宝,一个转身倒飞了出去。 就在那飞出的瞬间,一股凛冽的进风从上而下将他原来站立的地方砸出了一个大坑,发出了轰隆的一声巨响,整个小山头都似乎震动了起来。 远处,周一先和小桓同时被这一栋惊醒,转眼看来,却只见野狗道人的身子倒飞回来,落在火堆的附近。 落地之后,竟然还站不稳,一阵亮强,物质向后退了几步,而他的面上亦有惊恐的神色,口中色声道,怪物,怪物。 周一先与小桓同时向后看去,片刻之后已为之色变,那片黑暗之中就在鬼里躺着的那个地方。 黑暗之中,缓缓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双足着地,双臂过膝,一望之下至少有四五丈之高,远远高过在场的众人。 众人看着慢慢抬头,最终只能仰望。 就在那最高处,三团燃烧的火焰原来是这怪物的眼睛,巨大而锋利的獠牙出现在他的口中,肌肉奔起的身躯似乎都充满着杀意。 周一先倒吸了一口凉气,口中低声道,三眼灵,不对,是三眼胸猴了。 小桓一正,压道,爷爷,你说什么,难道他是小灰? 周一先哼了一声,一把拉住小环下后退去,口中却对野狗道人怒道,你干了什么,要戳怒这只怪物? 野狗道人默然无声,周一先看他这副模样,更是恼怒,正要破口大骂,忽耻听前方一声怒吼,却是三眼胸猴,目光如血,巨大的身躯,呼得腾空而起,片刻间风声大作,一片阴影笼罩了过来。 周一先等三人面无人色,四散而逃,而此刻,化作巨猿的小灰,似乎已被野狗道人,意图暗害自己主人的行为,触动了真火,眼中凶忙大盛,下手不留丝毫的情面。 他们三人放显显地避开,小灰的巨手已经砸倒,砰的一声,又是一个大坑在厚实的地面上出现,就连在一旁的篝火都顿时被这大力打得四散而开。 与火灰烬,漫天飞舞,照得小灰巨大的身躯,如传说中的恶魔一般。 愤怒的巨兽咆哮着,右手一挥,一道灰光闪过,如风驰电掣般向野狗道人冲去,转眼已到了野狗的面前。 野狗道人,但却近风扑灭,未极深,但破空之势,几乎就与撕破其夫,大害之下拼命地向旁边闪去。 身子俯一动荡,只觉得背后一腾,却是那灰光从他的后背擦过,野狗的身子大震,只觉得一股大力从身后排山倒海一般涌来,红楼一甜,一口鲜血,意识喷了出来。 眼角余光闪触,他却看见那道灰光正是自己的兽牙法宝。 也不等他苦笑出声,巨园庞大的身躯,赫然出现在他的上方轰然而下。 野狗道人还想躲避,但身子已酸,竟是移动不了了,值得长叹一声,闭目待死。 眼看着小灰,就要将野狗道人撕作碎片,巨大的身躯, 从半空轰然而下,周一仙和小桓恶然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呼的,小灰的身子突然发生了一个诡异的变化,他巨大的身躯,竟然向后面忽然歪了过去, 然后以一个十分诡异和滑稽的姿势,扑通一声,屁股朝下,坐在了地上。 砰! 这一坐,居然还坐得气势十足,声唯赫赫。 小灰的口中嗚地叫了一声,显然也十分地迷惑不解,巨手往脑袋上抓了抓,转头看去。 周一仙和小桓,还有侥幸逃生的野狗道人,也同时望去。 不知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鬼力,突然出现在小灰的身后,一脸落寞的神情,右手却抓住了小灰的尾巴。 想来,刚才,也是他在那千军一发之际,将小灰从半空中拉了下来,从而救了野狗道人一命。 小灰的三只眼睛眨了眨,呼得对只有自己小半身高的那个男子咆哮了几声,鬼力却轻轻地摇了摇头。 小灰的身子,呼得一阵摇晃,片刻之后,只听骨骼咔咔之声乱响,就在周一仙等人目瞪口呆的眼神当中,巨大的怪缘突然缩小。 不多一会儿,原本庞大的身躯又变作了原来那只可爱的三眼猴子,在地上向四周张望了片刻,嗖的一声又窜到了鬼力的肩上。 鬼力缓缓地伸出手去,摸了摸猴子的脑袋,小灰三只眼睛怪眼一翻,看来颇有些不甘愿的样子,吱吱地叫了两声,同时向野狗道人伸手指了一下。 野狗道人心中一惊,却发现鬼力也向他这边望了过来,然后便听到他说,"你要杀我吗?" 野狗道人面上的神色变换,阴晴不定,而且感觉到旁边小桓诧异的目光,但不知怎么,在那目光之下,他心中却有一阵说不出的伤怀,口中竟是不由自主地大声道,"不错。 我就是要杀你,你灭了我练血堂一门,杀了我多少同门子弟,我今日向你报仇,不应当吗?" 鬼力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望着他,倒是他肩头的小灰此刻安静了下来,口中支地叫了一声,像似在嘲笑野狗一般。 野狗被鬼力看得全身不自在,而身旁小桓的默不作声,却又令他心神不宁,煎熬之下,他一咬牙,怒道,"你要杀就杀,看什么看?" 鬼力慢慢地从前方野狗的身上收回了目光,面上的神情也渐渐地起了变化,几分萧索,几分落寞,几分伤心,几分痛楚。 我杀你做什么? 我杀你做什么? 若是杀人能救他,便是要杀天下人,我也早去杀了。 他低声自语,声音轻轻而飘忽。 十年了,我除了杀人还做了什么? 哼,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活着呀? 他面色苍凉,身子缓缓地转动,竟然再也不理会其他人独自行去。 野狗道人愕然,站在他身旁的小桓却突然面色变化,竟是把腿追了上去。 周一仙大吃一惊,连忙伸手去抓,不料却抓了个空。 只见小桓一阵小跑追上鬼丽,一把抓住鬼丽的手道。 你怎么了?你要去哪儿? 鬼丽被他承拌疑问,一时间却只觉得整个天地忽然一阵。 只有那四个字轰然作响,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 我,我能去哪儿? 这个男子,呼得抬头,仰望苍穹。 那漆黑的天幕,黑色深沉,深随无尽,竟没有一丝的光亮。 漫天袭地的黑暗,铺天盖地一般地冲了下来,将他的身影淹没而去了。 我,该往何处去呢? 黑暗中,有轻轻的细雨,滴滴地问着。 南江边陲,七里洞。 悲凉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山谷。 无数的苗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站在通往半山祭坛的那条道路的两旁,有老人,有孩童,有壮汉,有妇人。 所有人的眼中都有不尽的悲伤。 有的妇人开始慢慢地哭泣。 很快地,哽咽声从人群中四处响起。 青龙跟随在苗人族长图马谷的身后, 手上郑重地捧着装着去世的大巫师骨灰的青花小瓮, 缓步地向祭坛走去。 一双双的眼睛,都望在那个青花小瓮之上。 年轻人握紧了拳头,妇人们正在哭泣。 而老人们的脸色却只有苍凉。 图马谷也一直沉默着,面色暗淡。 但是他显然比其他的苗人更能接受这个事实。 穿过夹道的人群,穿过悲哀的目光。 山风吹来,拂过小瓮,仿佛有清响似歌声似欣慰。 这,本是故乡的土地。 青龙早已经是见过无数大场面的人物。 但此时此刻,他却是一脸的肃穆。 一步步跟在图马谷族长身后,走到了半山的祭坛前方。 祭坛前方的平台之上,早已经是站着一圈的巫师。 年纪大的,已然是头发斑白。 年纪轻轻的,却还是一头的黑发。 此时,他们的眼中却有着相同的敬仰。 看上去年龄最大的那个巫师,慢慢地走了上来。 向着青龙,深深地弯腰行了一礼。 口中,用苗语说了几句话。 青龙不敢怠慢,回礼恭听。 只是,他并不懂得南疆苗语。 于是,转头向族长图马谷看去。 图马谷低声道。 这位,是白杨巫师。 如今是祭坛里的巫师领袖。 他向你问好,并十分感谢你将尊敬的大巫师遗骨送了回来。 青龙肃目地道。 大巫师德高望重,而且为了我们鬼王宗而竭尽全力。 在下做的乃是分内之事。 图马谷将他的话低声地翻译给白杨巫师。 白杨巫师点了点头,走上一步,来到青龙的面前伸出双手。 青龙郑重地将手中的青花小瓮交给了他。 白杨巫师真重地接过。 而就在他接过的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巫师突然一起打破沉默。 开始用苗语送念起一种奇怪的经文,声音飘渺,虚幻不实。 似幽魂低语,似冷月清寒。 这周围的声音渐渐变大,远远地传档开去,回荡在七里洞的群山之间。 从远处山下,人群之中又传出了一片哭泣的声音。 白杨巫师向青龙和图马谷行了一礼,转身捧着青花小瓮向祭坛里面走去。 其他的巫师也随即跟上。 青龙望着这一切,耳中还回荡着远处哽咽的哭声不由得一阵的长叹。 图马谷面色黯然,低声道。 苗族上下,多谢尊士将大巫师送回故乡。 青龙肃荣道。 族长太客气了,大巫师对我鬼王宗有大恩,我们敬仰前辈之心亦不逊于诸位。 本宗鬼王本来时宇亲自护送大师回来,无奈他实在有事在身,分身不得,特地找我向诸位致歉。 图马谷点了点头道。 鬼王大人太客气了,不敢当。 尊士这边请。 说吧,手一伸,却是请青龙向祭坛里面走去。 青龙的心下一阵,暗自奇怪,本来以为这祭坛种地并非外人可以随意进出。 难不成这族长还有什么要事和自己说吗? 只是他这般想着脚下还是向那边走去。 果然,只有图马谷一人陪着青龙走进了祭坛,在他身后陪着的其他苗族武士都没有跟来。 而刚才的那群巫师此刻也不见了人影,向来是走入了祭坛的深处。 见四周无人,图马谷停下脚步,青龙随即也停了下来。 望向面前,这个面色复杂的苗族族长低声道。 怎么? 族长,莫非还有什么事吗? 图马谷迟疑一片刻道。 我的确还有一件事,要请问尊师。 青龙道。 请说。 图马谷道。 前番,来到我苗族七里洞中,将大巫师请去的那位年轻人,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青龙一正,心头掠过鬼力的身影,沉吟片刻道。 不瞒族长,那位年轻人乃是我们鬼王宗的副宗主。 但此时他伤心过度,少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图马谷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但随即肃荣沉默许久道。 那就麻烦。 请尊师大有机会见到他,转达老夫的一句话。 青龙心中隐隐的有些不安,但还是点头道。 族长请说。 图马谷的眼光向着祭坛黑暗的深处望了望,声音也变得有些飘忽起来道。 请你转告,当时在南江七里洞祭坛之中,一位老人对他的请求,还望他记在心上。 轻龙的眉头一皱,他亦是聪明至极的人物。 只听一次便知道多半是鬼力答应了苗族什么事情。 大巫师这才决定如此不顾一切地去救笔谣。 可惜鬼力不在此处,否则他还真想问问,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如此重要。 心中这般想着,青龙面上也不表露出来,只是郑重地点头道。 族长放心,在下一定带到。 徒马谷叹息一声,正欲在说些什么,忽耻听见祭坛的外头呼得远远地传来了一声尖笑。 这笑声仿佛来自天际,连绵不绝,却沉闷而又似从九幽地底发出,带来杀伐之意。 其间有深深不尽的胸利滚滚而来。 刹那之间,就在这青天白日之下,整个七里洞群山之间鬼哭之声大作,无数猛受嘶吼咆哮的声音震动山谷,奔雷阵阵,轰然涌来。 如大海的波涛巨浪,将七里洞这座小岛轻刻吞没。 图马谷豁然变色,连青龙的脸上也微微动容,二人同时向祭坛外头掠去,只见得这片七里洞的上空,原本蔚蓝的晴空不知如何,已经被黑沉沉的乌云遮盖了。 刺耳的尖笑声依旧轰鸣不绝,黑云翻涌,山下的苗人们一时惊慌失措,有孩童妇孺的大声尖叫。 一阵紧过一阵的阴风,从天上黑云之中冷冷地吹出,如高傲的恶魔宁笑着望着大地。 奔腾的脚步声音终于接近,从远处的山头出现了第一个庞大的身影,白色的骨骼在这片黑云下方显得特别的刺眼,但在它身后那三对色彩斑斓的翅膀却异样的美丽。 只是这般美丽的翅膀却生长在一具除了脑袋外全身只剩白骨的巨蛇的身上,却显得格外的恐怖。 一只将近有三丈之长的白骨妖蛇震动着身后骨骼之上的三对翅膀,舌头上的舌信不停地吞吐着,喷出了一股股的黑气。 片刻之后,从这只白骨妖蛇的身后,身旁乃至连绵起伏的群山山脉,七里洞周遭山谷山峰之上,在无尽的鬼哭的声音之中涌现出了各种无数怪异的妖兽一族,尖笑着宁笑着,挥舞着兵器,舞动着利爪,从山中冲了下去,扑向着山谷之中惊恐万分的人们。 而此刻,天际之上,阴风呼啸中,呼得乍响了一声惊雷,隆隆俱响,如波涛翻涌,滚滚而来,震动天地,夹杂着那么隐约的嘶吼。 玲珑